滴滴滴滴 有人说这双鞋会是又一双野球场上人手一双的神鞋 而我能告诉你的是安踏这双瞬息一旦 远比它看起来更有内涵 刚打到这双鞋 它从外观和造型看起来就是一双安踏的后卫鞋 低帮的结构 很薄的鞋面 比较窄的鞋楦 但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发现整双鞋子都写着两个字细节 下面我就挨个跟你唠唠 先看看鞋面的绑腹系统 它总共只有五组鞋带孔 但是足够把你脚步的前中后段都锁定住 不光如此 这个鞋带有一种记忆海绵的感觉 就是你拉紧的时候 它会自己收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又会自己喷起来 所以哪怕我进行高强度的实战 仍然没有出现掉鞋带的问题 可以说它用简单的方式提供了极佳的绑腹感 有一种跨帆维检的高级感 另外我跟你们说一个可能你们没有发现的点 就是这个鞋带孔是可以自己做选择的 如果你觉得被压着不舒服 OK 那就把它插在外面 如果我需要很强的中段锁定感的话 那我就直接记得最外面包裹感会更加强烈 但是这个鞋面和鞋带也让我有一种担忧 就是在大强度的比赛当中 它能够承受出我脚步动态中的一个撕扯 不过在后面运动的过程当中 它逐渐打消了我的这个顾虑 就是虽然鞋子的这面很柔 但是它的侧面做了一定的补墙 巧妙地利用上了安踏的这个logo 做了一个上翻的硬质橡胶贴合 然后在鞋头处加了一个硬质的支撑条 而在下面的这个地方 又额外做了一个连接到底部的硬质侧向支撑条 起到了一个抗扭转的作用 我没有拆解啊 但是我能够看得出来 这里就是一块板 一直连接到外侧 配合上安踏采用的 A-Stable Up防侧翻结构 相当于在我们的脚容易 外侧侧翻的位置 给到了一个额外的硬质保护 所以哪怕这双鞋的鞋面再揉 我在做横移变向的时候 都感觉到侧边特别的稳 但是 我又要说但是了 因为整双鞋子的鞋型是往外走的 所以它的整体力线是往内收的 我穿上后 担心我的脚会出现内扣的情况 因为之前呢 我穿过大部分类似的鞋子都会有这种问题 可在我实际体验过后呢 我会觉得圆鞋垫撑上去 已经给到了一个不错的足弓支撑 所以说上面的立线导向 其实还是比较正确的 并没有出现向内侧偏差的情况 可以说这双鞋子的内外防侧翻 都是做了深度思考的 这一点让我很惊讶 它的每个区域都能够找到意想不到的小细节 一双团队鞋做了这么全面周密的思考 这就像是一个网剧用了院线电影的规格进行设施 品 你们细品 备受关注的两个点啊 我就放在最后说了 先说中底 你们绝对想不到安踏做了什么样的处理 来 撕开这个位置看看 抗扭转片是放在中底的 首先打孔的设计可以进一步的减轻整体的重量 其次 这块抗扭转片的下面就是全掌的弹科技 这一步妙就妙仔 弹科技如果应用在外侧 总是会觉得有点软 启动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拖沓 但是作为全掌的内嵌 就是很不错的选择 而且在中底做一个开窗 能够极大程度的去限制和释放它的形变 所以说这双鞋作为一双后卫鞋来说 缓震感真的是恰到好处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外底的部分 外侧做了额外加厚的同时 纹路也非常的粗广 而且它的这个粗是粗中有细的粗 比如说外侧这个容易打滑的位置 它又做了人字纹的处理 如果你不仔细看 它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底 而实际上 它的每一个地方的纹路 都是根据我们的发力方式来进行设计的 而且还兼顾到了学生党在意的耐磨问题 使用了A-Wearable RB超耐磨橡胶 能够同时兼顾到抓地和耐磨的球鞋 说是学生党的福音 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藏在这双鞋 朴实无华的外表下的 是一个又一个不易察觉的亮点 和安踏迈向新高度的决心 我不靠花里胡哨的配色吸引你的多巴胺 而是靠面面俱到的细节 抓住你的内肺态 一双真正的好的球鞋 理应如此 个人看来 这双鞋会是下半年 乃至明年上半年校鞋的有力竞争者 因为考虑到它大概率是团队鞋的定位 发售价五开 如果这样的价格 cover到如此之多的细节配置 那我只能说 懂得都懂 实在太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